天真的话 4月26日 中国乌鲁木齐 意大利萨莱诺南通道 全程时刻表 中欧班列首次开行 40个集装箱的新疆产番茄酱 图经哈萨克斯坦 阿塞拜疆等国 跨越离海 黑海最终于5月底抵达目的地 而同时发出计划通过天津港 以海运方式交付的番茄酱 却由于红海航道受阻 以及高昂运费 仍在港口仓库中继续等待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 供应链风险拍升的情况下 累计开行突破9万列的中欧班列 为国际产业供应链 提供了难得的稳定性 也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 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 环球时报记者近期在西安 乌鲁木齐等多个中欧班列 重要节点采访时观察到 11年来日夜驰骋在 亚欧大陆上的钢铁驼队 不断创新 正在向更高质量 更好效益 更加安全的方向发展 每天多列中欧班列 从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驱出 跨越山海连通东西 目前由乌鲁木齐开行的 中欧班列线路已达21条 通达19个国家 据中铁集装箱乌鲁木齐分公司 国际连运部经理赵立美介绍 在乌鲁木齐乘上班列出口的货物中 约10%来自江妹 品类涉及钢材 机电产品 番茄酱 甘果等 90%来自国内其他地区 比如广东 浙江 陕西等地 以纺织服装 利用百货 家具建材 电子产品等为主 中欧班列的高效与稳定 帮我们解决了难题 新疆天顺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丁志平向《环球时报》记者称赞说 自今年4月起开行的 中国乌鲁木齐 意大利萨莱诺 中欧班列 已经帮助其公司出口番茄酱 超7000吨 据丁志平介绍 新疆是全球主要的番茄种植区和番茄酱出口地之一 每年向欧洲出口经过初加工的番茄酱约70万吨 此前 天顺公司主要通过海运出口番茄酱 但今年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 自去年年底以来 新一轮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导致红海航线受阻 多家航运巨头不得不避开这一航道 导致货运成本大大增加 全球海运行业受到严重影响 在红海危机之下 中欧班列的独特价值被进一步放大 成为动荡世界中保障国际供应链安全的稳定器 为一个各项天顺这样的企业提供了新选择 多名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业内人士 都认为 全程时刻表 中欧班列让货运列车像客舍一样有了稳定 准确的运行时刻表 是中欧班列向更高效率 更具竞争力和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步 中铁集装箱乌鲁木齐分公司 国际连运部主任业务员白汉果说 过去 中欧班列可能出现我们茶块地时遇到的情况 在某个站点就卡住不动了 而现在有了全程时刻表班列 我们可以沉默几日搭 白汉果还介绍说 目前全程时刻表班列的运力非常紧俏 许多客户的产品都希望搭上它